哈囉大家好我是Jokin 因為這次的節目很爆雷 所以沒看過的觀眾朋友請斟酌觀看 故事講述 一位男主角名叫真誠最高 簡稱最哥 因為從小非常崇拜身為漫畫家的叔叔 所以小時候也想和叔叔一樣成為一位漫畫家 但之後叔叔因為過老而死 男主不想再讓家人擔心 選擇放棄了成為漫畫家的夢想 直到國三時男主的同班同學 本作的第二位男主角高姆丘仁 簡稱丘犯 丘犯就是我在動漫前擠 讓我覺得真他媽狗屁的一個角色 竟然說我坐在班上的最後一排 就可以知道全班的動向 所以才知道最哥喜歡女主 幹他媽虎我啊 我從國小到國異都坐在最後一排耶 但我根本就沒有這個能力啊 他媽根本虎我 丘犯一欣賞罪哥的才華 邀請他組成漫畫家儲何 雖然最初被罪哥拒絕了 但在丘犯180的智商之下 他早就知道罪哥喜歡我們的女主 亞豆美寶 亞豆也喜歡罪哥 於是丘犯使出了 智商180就是屌之技 只在使出智商180就是屌之技之後 丘犯成功讓罪哥跟亞豆 知道對方的心意 罪哥和亞豆也約定好 漫畫家作品動畫畫之後 亞豆為女主角配音 兩人的夢想實現之後就結婚 於是罪哥就決定和丘犯組成漫畫家搭檔 由罪哥負責作畫 丘犯負責寫作 隔天罪哥告訴自己的家人 想成為漫畫家的夢想 但是罪哥的媽媽反對 媽媽告訴他 等爸爸回來再問他吧 雖然罪哥心裡想著 爸爸不可能會答應 會這樣想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畢竟叔叔就是因為畫漫畫而死 但爸爸回來之後 媽媽告訴罪哥 爸爸說 讓他去做男人有男人的夢想 女人不會明白的 其實罪哥爸會這麼說 是因為畢竟他也年輕過 他知道對一個男人來說 夢想才是最重要的 之後罪哥的爺爺把叔叔以前工作室的鑰匙 給了罪哥 我相信爺爺一定早就知道 罪哥終有一天會說出想要成為漫畫家 所以早就有心理準備 才把鑰匙給罪哥 於是 剛拿到鑰匙的罪哥 馬上把這消息告訴秋範 於是兩人迅速飛奔到工作室 兩人到工作室之後 開始翻東翻西 哇哦好多英雄公仔哦 哇哦是Jump 哇哦好多英雄漫畫哦 在這之後兩人翻出 罪哥叔叔的草稿 參考之後如何畫原稿 在這時兩人翻著翻著 竟然找到了叔叔情人寄給他的情書 於是兩人 竟然讀起來呢 讀著讀著兩人還翻出了相片 這不是亞豆嗎 哇靠難道是磁空穿越啊 原來當初 叔叔的初戀對象是亞豆的媽媽 兩人也時刻好奇 再次跑去亞豆家 詢問亞豆媽才得知 原來當時 罪哥的叔叔和亞豆的媽媽 曾經是互相喜歡對方的 但是因為兩方都太不積極了 所以兩方沒有成功在一起 但是亞豆三歲時 亞豆媽在電視上無意間看到了 罪哥叔叔的漫畫成功動畫畫了 也在當中的一個角色 得知 其實罪哥叔叔還是非常愛他的 但是 都太晚了 最後亞豆媽也在幕後 支持著他們 在這之後 兩人也開始了畫漫畫之路 罪哥努力的練畫 邱犯編劇 影片結束囉 如果還想看下一集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和大大的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但在邱犯180的智商之下 他早就知道 罪哥喜歡男主 對 為了 大家 から 先 Subtitul 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